企业倒闭 这暴起以后呢 这就摘 就没东西 哦 就是我 中午它是穿 垃圾厂的 清倒垃圾 原来这浪费就不用提嘛 原来是 是吧 这是够两天嘛 你 欢迎收看 经济半小时 在国家统计局 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重观经济形式 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换 任务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经常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 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份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 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口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雨飞 合金是山西的一个县级市 人口四十多万 是山西重要的铝煤工业县 多年的经济发展 让这个不大的县城 已经拥有了两个大的工业园区 不过前不久 我们的栏目了解到呢 就在政府轻力打造的工业区里 有一块闲置了七年的土地 这块地 为什么会闲置这么长的时间 问题出在哪呢 政府为什么没有收回处理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的记者赶到了山西省的合金 进行了一番调查 记者在合金市的工业园区看到 这里的工业园区企业众多 很自然 这些工业园区的土地资源 现在也十分紧俏 但是让人奇怪的是 就在合金市 眼前这个由山西省政府 轻力打造的合金市 旅工业园区内 却有着一块近千亩的荒地 在林立的厂房中 这块长着成片荒草和堆满垃圾的闲置土地 格外引人注目 在知情人的带领下 记者走进了工业园区里 这片占地面积近千亩的荒地 现场看到荒草已经一人多高 在大片荒草之中 是堆成了小山一样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垃圾中还有周边洗煤厂运来的煤渣 成片的堆放在这里 沿着田梗越往深处走 垃圾就越来越多 在荒地中 记者遇到了一名正在放羊的本地村民 这位村民说 这片荒地里以前就有他家的地 原来您种地了吗 原来原来种过 家里有多少地啊 家里有一木半地 现在种吗 现在不种 现在收了 谁收了 我村家七年收了 眼前的这个村民叫史官亮 是山西省合金市樊村镇 干建村的村民 他告诉记者 因为自家的土地被政府争走了 家里没有耕地 现在他靠养羊维持生计 现在都没地了 没地 现在没地 又放羊了 放羊 史官亮养的50多只羊 是现在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 虽然耕地已经被蒸走了 但看着这么多被蒸走的耕地 多年这么慌着 他仍然觉得很可惜 看着这个种花生 没啥好 这个不 这个联球 联鱼米 炸小米 也够吃 一种人现在一麦也是一麦也吃 炸面 想种病啊 让不下来 就是一般 老百姓 你就 点这个时候 我需要一个普大工钱 工个挖墙 一天 这个工个挖墙 所以如果现在读着几件话 是不是他们的手机体 不过几天 不过怕几天 曾经的耕地变成了现在的荒地和垃圾厂 史官亮唯一能够利用这片土地的就是每天能在这里放羊 他告诉记者 不仅是他们村 周边几个村子里的钢地也被蒸了 可是蒸走以后 这些土地上迟迟不见开工建设的动静 传说中的厂房也一直没有动工 好好的几百亩农田就这样被荒废下来 村民们说 政府当时征收了涉及四五个村子将近一千亩土地 可是让人不理解的是 为什么土地早早被征收后 却一直闲置 尤其是在土地紧俏的工业园区内 带着这样的疑问 记者在周边村子继续进行走访 那人家真心集团整集团 谁能整集集团呢 真心集团 那马路一笔嘛 都是吗 都是嘛 那里的国道呢 真心集团整集团 又有大片题 我说你要这 你要这七年家门的树里去了 也现在就跨了 村民说 2008年 这块近千亩的土地 被一家名为 山西振兴集团的电解驴企业征用 打算用来建设厂房 然而此后没过多久 2009年企业就停产倒闭 新的厂房也就一直没有开工 这块地就这样空了下来 这暴起以后呢 这就再 就没东西 哦 95个 中午那是穿 垃圾厂的 清倒垃圾 原来是那块是什么呀 原来是老百姓不提嘛 原来是 是吧 是够两天嘛你 记者在周边的村子走访时 也听到了同样的说法 村民们不断提醒记者 别看这片近一千亩的土地 虽然堆满垃圾 长满荒草 以前都是成片的耕地 多少年来 就一直是周边村民的口粮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何金市并不是一个 人均耕地数量富裕的县城 何金市樊村镇 顾镇村的袁大爷 今年71岁 他家里原来有五亩地 2008年的时候 也被当地政府 以建设旅工业基地的名义 征用了 种了一辈子地的袁大爷 对土地有着特殊的感情 他带着记者来到村外 试图找出那块 他曾经耕种了几十年的 五亩农田 却由于农田被垃圾掩埋 变得面目全非 完全看不出耕地的模样 我那个五亩地 现在就搞不了些了 这种都要过去 原来这都到这个 耳流就过到 地下 地下完全就是地 全都是地 你说你从这种 现在就是了 你往那里面 从垃圾 看着曾经耕种的土地 年年撂荒 也不见有人投资建厂 甚至惨遭破坏 原大爷实在于心不忍 去年他专门让儿子 帮着在垃圾堆的不远处 重新拾荒 开出了两亩农田 自己耕种 不过新开的这两亩地 也时刻面临着 被迅速挺进的垃圾山 吞噬的危险 所以他们在里面 不光是我们这一回 在下三两亩都不能进去 你看你年轻 你说这道水能风水 修理这能攻击 这就这个这能攻击 这清智垃圾 你说这中国的这 不是垃圾 你说这啥房子呢 你不问 你公共的这一块儿 得有多少吗 这房子是五个村 就是这一块 起码二百多亩的 房子村的 那家里边上的 别的村呢 呀 我就短了 八九百亩的 村民刘奶奶家的地 也在几年前被征用了 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 但他依然记得土地 征用前那一年的好收成 如果垃圾堆的风 如果垃圾堆了 一万两千斤 两是 大一万两千斤 好不好 七十五岁的刘奶奶和老伴 原来靠种地为胜 如今 他每天 还要来到这块 他曾经十分熟悉的土地 不为操持地理的农活 而是减食垃圾堆里的废体 给家用 我过几年 在家的时候 不知道疯了 不知道疯了 我们的村 然后又过 连少阶 再十块来 不像我国内连少阶 少了七年 这些 吃了七年 破烂 记者在采访当中看到的是荒制的土地和痛心的农民 我国土地管理法中明确规定 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连续两年未使用的 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那么这片土地究竟是谁征收走的呢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记者的调查 2008年就征收的近一千五耿地 为何迟迟不开发光芋至今 而这块地又是被谁征用的呢 带着这些疑问 记者继续在周边走访 在河津市樊村镇卢庄村 记者见到了村民王大哥 王大哥告诉记者 2008年当地政府以建设旅工业基地的名义 向附近的卢庄、常好、故镇、古舵四个村子 征用了将近一千亩地 当时每个被占地的农户还和村里签了用地合同 在卢庄村村民王大哥家里 记者看到了这样一份用地合同书 上面写着 合金市屡基地建设 使市委市政府调整工业结构 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举措 基地建设用地 由市屡基地建设指挥部 根据上级政府的批复要求 统一征战和管理 这份合同书中标明的用地期限是 从2008年7月1日起到2038年6月30日 用地补偿标准是 村委会支付村民人民币 每亩1300元 落款有村民的签字 首印和村委会的公章 村民王大哥告诉记者 地虽然是2008年就争走了 但土地上的厂房 一直就没有建设过 但随着土地荒芜的年头越长 征战土地的租金 也发放的不那么及时了 今年村民们对自己被征用土地的租金问题就很是发愁 企业占地七年却一直没有开工建设 这是一家怎样的企业 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导致了现在的这种局面呢 在合金市樊村镇干建村 记者找到了这家在当地颇有名气的企业 气派的办公大楼和高耸的烟囱 宣告着企业当年的辉煌和红火 然而墙面凋落的瓷砖和厂房破损的窗子 又显示出这家企业如今的败落 记者走进企业的办公大楼 迎面出来的是一位看门的大爷 看门的王大爷告诉记者 山西振兴集团曾经是当地最大的电解驴企业 电解驴企业是耗能大户 当地煤炭资源丰富 可以为企业提供充足的电力 因而企业在当地曾经发展的红红火火 员工最多时得三四千人 可如今却能够进行 这个楼几层啊 14层 整个都空的 一个人就这么一共 王大爷告诉记者 现在整个厂区都已经停产空无一人 只有保卫部的一些人看守厂区 记者上楼随机敲了几间办公室的门 都没有人回应 你在楼 在樊村镇干建村往南 有一片占地面积不小的厂区 是振兴集团的电解驴二厂 现在除了一名看门人外 弱大的厂区里空空荡荡 车间里还悬挂着原来生产时的宣传标语 杂乱不堪的地面和靠窗地面的积水 显示这里已经闲置很长时间 几经周折 记者终于找到了振兴集团一名负责人的电话 他向记者透露了当初振兴集团占用土地的用途 当时用第二年十万的银河金 十万的银河金 原来是弄一个大项目 这个先弄下以后这个项目 那个相关的资金也落空了 我们说今上跑了 他们都资金落空了 也会有没有闹成 集团是后来是那个 什么时候停产的呀 上次是09年 就是08年下半年就停了 然后这个新的项目就一直没有开工吧 没有开工 距离振兴集团电节旅二厂不远的地方 有一处烂尾的厂房 据说是振兴集团没有完工就停滞的探宿厂 高耸的烟囱未完成的楼房骨架 孤零零的在长满荒草的田里静默着 展示着一段未完成的历史 和这个烂尾楼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 就是当地政府为振兴集团扩建厂区 上马新项目而准备的土地 而这个新项目还没有开工就流产了 看着企业破败的样子 记者很理解 振兴集团从事的电节旅行业 在上世纪末曾经盛级一时 由于利润高昂 产量连年增长供不应求 然而产业风涨带来的产能过剩问题 也日益明显 数据显示 从2003年到2006年期间 因为产能增加远超过国家规划 三年间就有23个违规电节旅项目被清理 共计投资173亿元 停建和缓建的电节旅项目 总能力达到247万吨 加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很多电节旅企业亏损严重 停产停工 甚至关门倒闭 振兴集团的电节旅企业也没能幸免 虽然是企业经营出现了重大变故 导致了占用的土地没有能如期开发 但对于土地监管部门来说 让近1000亩的土地闲置这么长时间 其中的原因也让人感到费解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37条规定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耕地 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 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的 应当由原耕种该服耕地的集体或者个人恢复耕种 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种 一年以上为动工建设的 应当按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缴纳闲置费 连续两年未使用的 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无偿收回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 该服土地愿为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 交由原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恢复耕种 企业无力开发土地情有可原 但对于土地主管部门来说 让土地闲置七年既没有建设 也没有组织耕种 又是何种原因呢 记者来到合金市国土局进行了调查 在合金市国土局记者看到了 山西振兴集团当初用地审批的备案资料 2007年8月 合金市人民政府下发 占用土地通知书 同意将樊村镇 卢庄村 常好村 雇镇村 古舵村等四个村 共计66公顷 作为振兴集团 十万吨旅美深加工技术改造建设项目用地 但合金市国土局一位负责人 特别向记者强调 这不是政府在征地 而是村民和企业相互合作 联手办企业 因此谈不上征地之后 政府部门不管你的问题 原来是土地法师 都十四百法师的 所以企业组织可以回合企业 连一百企业 也可以接受住户 也会能够两款 百企业 所以这个在法师 应该占据住户 为此这位合金市国土局的负责人 还专门给记者提供了 振兴集团 于2005年7月5号 和四个村子的村委会签订的 土地入股联办企业协议书 其中规定了 每年的分红金额为 每亩1500元 合金市国土局的这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既然是村民和企业 连手办企业 那么就不能按照国家的法规 进行闲置土地的强制性收回 因此这近千亩土地就这样 荒到了今天 对于这样的结果 国土部门认为自己也无能为力 但这样以耕地入股 连办企业的做法 究竟是否合法呢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蔡乐卫对土地政策问题 十分关注 并有深入研究 蔡乐卫认为 这显然是在玩文字游戏 国家的法规 根本不承认这样的土地转让 按现行的土地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这样的做法是不合理的 也是不合法的 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它就根本就不能在 集体土地上进行建设 必须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建设 所以它尽管不是土地征收 是所谓的占用土地 它也没有法律依据 蔡乐卫告诉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实施条例第23条规定 具体建设项目需要使用土地的 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 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的 国有建设用地 从我们这个案子里边来看 尽管它有一个所谓的 土地入股联邦企业的协议在哪里 但是从咱们的材料来看 实际上它是通过这个协议 来回避它以租代政的一个形式 我认为在法律意义上 它还是性质上属于以租代政 专家认为 这种所谓以租代政的土地转让形式 目前在很多地方上也存在 但这是明显违反国家土地法规的行为 这是一种通过租用农民集体土地 进行非农业建设 擅自扩大建设用地规模的违规行为 当地政府尽管签订了土地入股 联办企业协议书 但这实际上还是通过以租代政的方式 获得土地的使用权 即使经过层层审批 但在国家法律层面上 这样的用递方式就是违法的 企业和村民签订的所谓联合办企业的合同 根本没有法律效率 它实质就是规避了土地征收的一个审批程序 同时它也可能回避了 比如说容用地转用的一个手续 还有可能逃避了缴纳相关的税费等等 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目前我们的法律也是禁止这种行为的 这种现象的一个存在的 带着法律专家对于这种土地转让协议的解释 记者再度询问了 合金市国土局的这位负责人 面对国家明确的法律法规 这位负责人这样回答 谈到严肃的法律法规 这位负责人很快转变了此前 对于此事的看法 不断强调 合金市政府目前正在积极处理此事 这块闲置了七年的土地 一定会尽快收回 当记者继续提出 希望能够看看政府部门收回土地的相关通知文件时 这位负责人却这样告诉记者 我国是个耕地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 为了保护耕地 国家制定了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 对农用土地的征用也有着明确的规定 早在1986年 国家就颁布了土地管理法 2012年还公布了闲置土地处置办法 但是在个别地方 一些政府部门却对这些法规视而不见 充耳不闻 面对舆论监督上级检查 他们也会想出种种貌似合理的理由来搪塞推诿 看来我们缺的不是法律 而是对法律的尊重和落实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